那電動車當然是一個選學 現在有拜登加持 全世界會睜大眼睛 看美國的整體產業的發展 那在中國內部想要彎道超車的 也是這一個產業 是 確實現在電動車 在拜登登高一呼之下 真的全世界要開始大瘋狂 因為拜登先跟你說 政府部門全部都要給我換成電動車 那到底會有多少量 就有人去統計 針對美國總務署的統計 美國的公務車大概有64萬多輛 目前大概只有3000多輛是電動車 所以未來如果全部換成電動車 光政府部門要買60幾萬輛 光這個部分就是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 可是這次電動車會是怎麼樣呢 當然不是拜登說了算 來 我們看到 現在法人預估太久以後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先看今年 光今年市場預估電動車 要成長六成之多 以實際數據來看 去年全世界的電動車 大概賣了286萬輛 今年要增加到458萬輛 其中光中國大概預估 就可以賣到超過200萬輛 而且光中國去年到今年 電動車可以成長七成 那當然中國就是很大 就是政策在支持 所以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大車廠 他們位於對於電動車的佈局 我們先看到龍頭福斯 他到2023年就兩年時間了 他要投資300億歐元在電動車部門 這是個很可怕的數字 而且預估到2025年 他生產的車量裡面要有20%是電動車 大家知道福斯一年可以生產1000多萬輛車 所以兩成來說 就是光他一年要賣200多萬輛 這可是比特斯拉還要多的 好 那BMW也是一樣 光未來五年 他要準備再推25款的電動車 而且其中13台是純電動車 那其他大概就是油電混合 通用也是一樣 未來五年要再投資200億美金 去發展電動車跟自駕車 未來五年要再推30款的電動車 那福特光到明年 他全歐洲就有54%是要賣電動車 那在日本的部分 日產汽車也在到明年 要推20款的電動車 而且他們預估一年也要賣100萬台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這五大車廠 對電動車真的是非常的看好 好 那不只是車廠 那情業重險 這世界的四大 快進市事務所之一 他們推了一個2021年的汽車產業 趨勢報告 他們也預估未來十年全世界的電動車市場 會高達2500多萬輛 那而且光這未來的十年當中的這個電動車 其中純的電動車將會有佔到八成之多 剩下兩成就是比較去向油電混合的 這插電是混合動力 那其中當然最大的市場 當然還是會在中國的部分 預估中國大概會在全世界電動車的一半 那所以說這是在企業重心這邊 他們對電動車的看法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那台灣在這一個市場 當然是不會缺席的 美中的競爭是全方位的 包含2021年的主戰場之一 就叫做電動車 事實上還沒殺到電動車的市場 全球車用晶片就已經大缺貨了 才會使得日本德國的經濟部長 逼到台灣今天的經濟部長 找台灣四家相關的業者 直接喝咖啡 然後想要喬產能 未來可能這一塊的這一個競爭 那個殺戮戰場可能會更血腥 今天事實上媒體週刊追蹤傳出來 特斯拉也密組台灣相關的供應鏈 想要去美國搶這一塊大餅 而且Apple Car事實上 也可能拉攏台灣 是 好 我們在前一段節目 曾經講過 鴻海在電動車的佈局 那當然台灣會佈局電動車 絕對不是只有鴻海 很多原本跟車界沒有關係的廠 都跳進來了 我們幫大家整理 我們先看到東元 做傳統電機的 跟華新立法 這八竿子想不到的 現在他們都要做充電樁 再來士林電機 已經在越南的電動車佈局了 然後呢 華城電機也是要做充電樁 再來上營做機器人 很有很厲害的 現在他不是要做電動車 但是電動車所用的 這些車用系統轉軸等等 他也已經開始佈局介入了 再來工具機大廠東台集團 他在歐洲的子公司 也已經介入電動車了 再來打入特斯拉的這個團隊 哇當然非常多 就如剛剛林冠所說的 特斯拉在台灣 主台灣的供應鏈 其中核碩就是做充電樁 冒聯KY是電源的這個限速 然後還有充電裝置 好那再來還有像核琴 有充電器 供應充電器 然後再來江森已經是提供 Model 3的各個零組件等等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列不出來 因為至少有二三十家以上 好那當然另外一個重點 Apple Car大家也很關注 好現在有美國的投行出來講 當年我們都知道 因為蘋果推了iPhone 改變了手機的生態 那現在這個投行的分析師也預估 蘋果做電動車之後 未來也將改變電動車的生態 他未來他預估大概五年左右 蘋果的電動車才會正式推出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推出以後 也有點像現在的方式 他不是只有要賣車 他要賣服務 也就是說你買了車以後 你可能還要付月費等等 所以他們預估 只要蘋果每出一台電動車 可以幫蘋果創造 大概360億美金的營收 所以如果他推10台 那這想像空間就非常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就跟他的Apple Store一樣 那以後變成是車聯網 然後車子衍生出來的 吃喝玩樂可能都有商機 沒錯 所以說這是我們去注意到 那當然彭博也在進一步提到說 Apple他竟然也除了做Apple Car之外 他也要介入這個無人車的部分 不過他的無人車的部分 就彭博的說法是 他不是要放在自己的電動車上 而是要去賣這個系統 給其他的相關的車廠 當然這也是一個新的商機 好 那另外亞馬遜 他們是沒有自己要做 可是他們去投資了 做電動車的 Rivian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本來設計很多車子 可是因為經費不足 其實沒有實際的生產 亞馬遜這個大金主一進去 一口氣就訂了10萬輛 哇 真的很大手筆 好 所以我看到好像在美國 他們就宣傳用他的電動車 幫亞馬遜送貨了 對 已經開始做了 好 那所以這個第一批已經開始交貨 已經在美國的市場上使用 好 那當然亞馬遜使用這個電動車呢 他其實這個電動車坦白說 如果就性能各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亞馬遜有特別提到 之所以要用電動車 他們其實是為了環保進一個心理 因為大家也知道亞馬遜全美國最大的電商 每天有這麼多樣的貨車在路上跑 會造成汙染 所以他希望用電動車的方式 把汙染降到最低 好 所以在電動車基本上 他大概只能衝一次電 跑240公里左右 在性能上並沒有特別 但是就如我們剛剛說 他最主要是在環保方面盡一個心力 好 那除此 中國大陸的小鵬汽車 他推自駕系統 可是這個自駕系統很厲害喔 他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的 我們在過去看到很多的車廠都在推自駕車 但是你看到測試影片 都是在一般的道路 你知道你說高速公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大家知道 速度快嘛 你的反應速度勢必要更快 不只這樣子喔 他不但可以上高速公路 而且他的這個自駕系統可以幫你超車 大家看到之前的這個自駕系統 都是幫你偵測有危險狀況去避開 可是很少有這種所謂的主動駕駛行為 覺得前面車子太慢 所以我要超車 或是我要變換車道 基本上你看到過去的電動 這自駕系統其實沒有著墨在這一塊 而且再來小鵬做這一塊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你不用再去買一台新的車子 有這個設備 而是你可以就原本的車系統 只要去下載這一個軟體 就可以升級到有這樣的功能 哇這點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是告訴大家 電動車絕對是未來市場的大趨勢 好我們稍後回來